大家好,我是陳雲 上一集我跟大家講到 解釋過在歷史上 國庫的儲備是暴政的極限 我們看納粹德國、軍國主義日本 看國民黨的中國都會看到 不能用主權來濫發鈔票 是無法打仗,也無法搞什麼暴政 今集我跟大家講深入一點 就是港幣和美金的聯繫匯率 以及目前防疫令到經濟蕭條的關係 昨天香港金管局第五次出手 入市買入58億港元來捍衛聯繫匯率 即是因為美國加息 港元就被人賣出去 全美金來賺取利息差 在外匯買賣套息 這會影響港幣的幣值 當然我們由於掛勾了 一,美元兌7.8港幣 中間有少許浮動 所以金管局要用美元的存底 買港元回來 當然買買下便出事了 講回聯繫匯率 想當年,1983年 我那時二十多歲而已 金管局香港規定了 港幣和美元掛勾的聯繫匯率制度 當然以前港幣也試過與英鎊掛勾 亦試過與英鎊脫勾 之後自由浮動 就在1983年決定 很武斷地用7.8,八字二頭好 就與美元掛勾了 情況如何呢? 就是香港的發鈔銀行 當年就是匯豐銀行 每發7.8港元的鈔票 就要向金管局上繳一元美金 來領取負債證明書 之後就可以印港幣 1983年是甚麼年份呢? 有些玄機 當然你可以說是歷史巧合 1983年是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前的一年 聯合聲明是1984年簽署的 很多人可以這樣想 就是英國用聯繫匯率的方法 令香港的利息和幣值跟隨美元 經濟周期亦是貼近美國 因為當時香港是工業出口 很多人去美國 香港就容易變成用美元運作的金融中心 而後來香港在90年代 真是很快地成為金融中心 當時英國對香港的主權行使 是比較克制的 任由香港自己操作 在英國那邊甚至是氣稱 說笑話 說香港是共和國 財政自主 但1983年之後 就跟從美元和美國的財稅政策 很明顯就是他們想著 香港由於97年之後 移交了主權給我們偉大的中國之後 因為一國兩制 就不會有太明顯的主權政治和主權貨幣 主權基金等等在香港操作 而香港當然到現在還未有自己的貨幣 自主權和自己的基金 有少許的螢幕基金或綠色債券 但那些是很小意思 由於香港沒有了主權貨幣和主權基金 以及來自以前英國或現在中國的 很明顯的政治干預 所以成為國際投資者的 一個很完美的金融大租界大賭場 或者我需要再講清楚一次 因為始終這些是經濟的問題 大家未必那麼熟悉 香港為何成為金融中心 而且成為紐約和倫敦之後的 第三大金融中心是有下低的因素 第一,香港是使用英語的普通法 而且具有一百七十多年來的良好的判例 至今為止,香港的普通法行使 都是相當優良的 當然以前很多英國殖民地 都用普通法,非洲那些 但是是及不上香港的 第二,香港是使用美元代幣 香港是沒有貨幣干預的財政和稅收政策 基本上你可以很容易預測到香港的財政政策 一個小政府的兩入圍出 相當之剋制的,也是簡單低稅的財政政策 而基本上,九七之後也是這樣 凍結了英治時期的制度 有很多都寫入基本法的條文 故此,香港的財稅政策和公共行政 亦很少是立法改變 因為基本法寫明兩入圍出等 所以有相當可靠的大市場小政府成份 為國際投資者看好 第三,香港的立法很完整 有一個完整的程序 立新法的門檻相當高 而且不可與基本法抵觸 而香港基本法其實寫得相當好 故此,香港的投資和自由經濟程度 比起新加坡可靠 而香港歷年來 很多時候都是在Hardage Foundation 即是傳統基金會中 自由經濟在世界上排第一位 之後就不計算了 因為某些原因 不再幫香港排名了 大家現在都知道 因為中美交惡 特朗普上台之後就是這樣 香港的制度多好也好 我們偉大的祖國 多維護香港也沒有辦法 再加上目前情況比較惡劣 就是美國的經濟 根據聯儲局那些預測 大有可能走向滯漲 Stagflation 但香港又未必走入滯漲 Stagflation是相當恐怖的 經濟停止增長,但又超級通脹 一方面荷包縮水,人工縮水 另外百物騰貴 你現在出街都看到少許 但當然及不上美國和英國的通脹程度 香港其實未必跟隨美國的衰退 或者Stagflation 但美國現在的貨幣政策是在玩緊縮 美元升值,而且利息逐步加 故知香港有麻煩 當然,幸好香港有防疫 大家繼續封城 大家想想打不打第三、四針好呢? 很多的attention 即是我們都忘記了 忘記了金管局經常出手買港幣回來的 聯繫匯率出事會怎樣呢? 我只記得最重要是公民責任 不要自私 要戴口罩,戴兩個三個 接著就打夠針 保障生命安全 其他事情就沒有想 在我們中國那邊 真是偉大中國 五千年文化 世界上哪有國家是這樣的? 人民銀行今天公佈 市場連續24天 做了100億人民幣的逆回購操作 這是我不太明白的 雖然我經常看經濟 回購即是買回頭 但逆回購操作是甚麼呢? 講到失誤 看來應該好像小學生吵架 我也聽過在樓下等巴士的小學生 他們的最終奧義是這樣的 當人們罵他們的時候 就說我反彈 那罵人的人就說我反彈 你這個反彈 這真是小學生的智慧 相當複雜的語言 也是很複雜的生物經濟學工程 看來我們中國已經學到一些外星技術 也不一定 地大蜜博加上銀河 是外星人的幫助 我們相當之有運行 細細說你聽 現在美國的國會 正在做聽證 正在UFO 在我們中國那邊 上海封城50天 之後效果很好 在環保那邊 上海四月份的時候 汽車銷量破天荒 由我們解放之後 建國之後 第一次是零銷售 即是零部汽車賣出 我們即身是世界環保第一名 下次我各參加巴黎和會 不是巴黎和會 巴黎氣候大會的時候 威風了 大家折劫就不坐車了 走路或者踩單車 比毛主席更厲害 毛主席的教導 毛主席教導我是很聽的 不過毛主席有時都會 坐紅旗牌的國產汽車 香港更加聰明 早前沙田有人見到 在馬路上有人像頭文字般滑牆 不過他不是用飛車的 而是用行李箱 拖行李箱的行李箱 別想其他事 如果只看他身後 肥肥大大 還以為是我 不過我也有點恩惠 始終我這個行李箱 後繼有人 我退休了 老懷安慰 偉大任務交給年青人 拖行李箱 不要搞我 很辛苦 說回香港聯匯 為何金管局 這麼緊張捍衛聯繫匯率呢? 因為過去幾十年 聯匯其實令到港幣美元化 很容易計算 保險單、投資單 計港幣也好,計美金也好 所以香港很容易成為世界上的財富儲存 以及轉移的中心 因為我們採取簡單低稅制 而且董伯伯時期很聰明地豁免遺產稅 其餘公司的稅收都很低下 香港最大宗有最容易做的買賣 三頭兩日都可以落街看看 有得做的買賣是甚麼呢? 不是買外賣 我們窮人才是外賣兩送飯 最偉大最大宗的買賣是房地產 限限地一千幾百萬 上億都有 由於香港是土地限制供應 地少人多 故此,樓房地產價格在過去是穩步上升 一般都會跑人通脹 而且你買了一層樓 雖然要供樓或者給了首期 但有租金收入 租間房仔給人 一個月都有七八千元落袋 故此,房地產成為香港最常見的買賣套利方式 這個都不用我教了 很多地方的資金來香港開公司 買層樓、買特地 或者買一間商業大廈 買一間店舖之類 租出或者賣的時候 便變成美元存款 甚麼錢來到香港 買一買房地產便變成美元存款 全世界到處去都可以 因為喝銀行 房地產的抵押和借貸 同時亦是香港銀行的穩定收入和資產 故此,很多有錢人都呵護著香港的高地價政策 以及房地產的投資 一般的中產 或者像我這些窮人 當然叫苦連天 只有一個講字 看人發達 在香港擁有大量商場和土地 以及管理權之後 很容易便會發生事 變成地產霸權 故此一提到解除聯會 一定是遭受有錢人發起的評擊 當年據說 真是聽聞 香港回歸之後 第一任的財政司 梁錦松先生 有人說他之所以這麼急下台 站不穩腳 傳聞是因為他想過解除聯會 恢復香港的貨幣供應和經濟政策的自主權 令香港走出美國經濟政策的陰影 因為香港當時經濟很繁榮 即是到過金融風暴之後 聯會解除了之後 其實都有些方法掛勾 例如掛勾人民幣 偉大祖國穩定的貨幣 掛勾黃金、貴金屬 一籃子貨幣 或者一籃子物價指數 如張吳祥教授所說 都可以的 很多辦法可以談 聯會並不是動不了 當然目前不適宜動 但可以說一下 可以設想一下 因為其實都相當難維護 香港在1983年的時候 掛勾美元沒有什麼問題 但其實1983年之前 香港沒有掛勾美元 是否好不行呢?其實又不是 因為當時香港的工業、貿易、旅遊業 大眾娛樂事業都發展得很蓬勃 很多電影出口 很多人來香港玩、做生意 香港亦很容易創業、謀生 在2020年 其實當時特朗普總統在美國 高級幕僚 在新聞報道 記得他想著 如果有朝一日 中美真的搞到鬧了 會否中斷港幣對美元的聯繫匯率 承認呢? 或者是不讓它兌換那麼多呢? 當然這些只是說客人而已 不過說一聲都頗害怕 雖然雷聲大雨點少 但在美國那邊的小雨點 歌仔有得唱 小雨點 經過太平洋收集黑雲 再來到香港恐怕都好像滔滔長江水 真是淹沒全境都有份 在1983年之前 想著港幣與美元掛勾 沒有甚麼問題 因為當時香港工業很蓬勃 當時還未去大陸 很多東西都在香港生產 特別是紡織、成衣玩具那些 香港很多工業出口去美國 換美元回來 故此聯繫匯率掛勾沒甚麼問題 因為很多美元進入香港 今時今日就麻煩一點點 因為香港和美國之間的貿易是逆差的 香港買美國很多貨和服務 但美國買香港比較少 因為我們沒有了輕工業出口 而目前港元利息低於美元利息 所以遲早有些問題 大家千萬別想想 香港聯繫脫勾之後 是否會大貶值 其實我不是這樣想 我在想如果港幣與美元脫勾之後 升值才是大麻煩你 在過去的社會討論中 其中一個反對聯繫匯率脫勾的理由 就是香港經濟的表現 比美國更好 因為香港是個大城市 美國有城鄉差別 以及有很多比較窮的州 以及美國軍費支出很大 四周派兵 所以香港的經濟表現比美國更好 即使在經濟衰退的時候 故此如果香港經濟繁榮的時候 脫勾又如何 是港幣升值 港幣升值 港幣升值會有點麻煩 很容易激怒美國 而香港變成上世紀八十年代廣場協議之後 日元升值 形成日本的三十年滯漲 那個惡夢來 日本人叫做迷失的三十年 遊長假期 木村託災那些 又或者宅南 那些都是在那個時候形成的 低慾望社會那些都是 為何香港即使在世界衰退的時候 都是繁榮的呢? 又是說回頭 香港房地產蓬勃 養了很多有錢人在這裏 固然這個高地價政策 對中小企、對低下層不利 但是有錢人在這裏要花費 不是經常坐飛機去京都 都會在香港花費 故此令香港內部消費很強勁 以及金融貿易交易 很多人來香港開會、旅行 喝喝吃吃 很多錢滴下來 滴流效應 上面賺多多 下面賺少少 但是因為總量很大 數量很大 就像我們主席所說的 餅很大 下面有得吃 加上世界對中國貨的依賴 其實是沒辦法擺脫的 雖然特朗普或者拜登 很多人都在說Decoupling China 其實我們中國的製品相當精良 加連物美 以及很多產業已經形成一個群聚 在我們經濟學稱為Cluster 故此不容易搬到越南 越南小很多 人工又不是真的便宜 做事沒有中國那麼方便 香港服務於中外的貿易 中美特別 故此即使美國衰退 香港依然繁榮 所以千萬別打算脫歐 香港的幣值會跌 升值你才害怕 特別呢 如果現在升值又怎樣呢 因為我們現在防疫 搞到政府補貼 很多人失業 到處都在店舖 兩頓飯賣到17元都有 以前只剩下深水保佑 現在到處都是這樣 那你怎樣搞呢 防疫之後就要解封 遲定早 解封之後就要復甦經濟 復甦經濟的時候 港幣升值 真的 那時候看來很多外資 香港租金雖然跌了少許 但是因為幣值升了 以及服務貴了 雖然人工沒什麼加 但是幣值一升 人家覺得服務貴了 更加是開腳跑 離開香港 或者不離香港投資 香港政府如果那個防疫 繼續搞下去 繼續一路封下去 幸好我們特首很聰明 說不聽專家說 自己有自己的主張 好少少 如果繼續這樣玩下去 真的會陷入衰退 而衰退可能是十年以上 因為現在全球都衰退 如果只有香港衰退 你又復甦快 全球都衰退的時候 你去哪裏賺錢 對吧? 不太容易 超英趕日都有份 到時的滞漲 因為香港就不同 美國 香港沒有主權貨幣發行權 對於滞漲又如何呢? 又不能發抄 加息減息又看美國的面子 到時做什麼呢? 到時真的向外國借貸 最容易借當然是美元 雖然是貨幣緊縮 但也是銀行水浸 到時真是賣身撞小強 有份 美國加息又借它美元 便是仆值 還息也還死你 加起來 政府被外圍壓低了順帶評級 到時向銀行銀團貸款 那些面子很難看 香港到時便會知道 原來沒有人性 就是人性的主要部份 香港的公共資產 到時很可能拿來抵押 美國的條件 即美元、銀行之類 美資銀行開出的條件 有多優厚 到時都要答應 說一則是笑話 這位客人在餐廳吃完食後 就跟老闆說 I'm sorry 忘記帶錢 卡又忘記帶 接著餐廳老闆便回答 No problem 你把你的名字寫在牆上 下次來才會付 那客人當然不行 有頭有臉 人家看到我的名字 欠債還得了 那餐廳老闆便提提他 你身上有一件大褲子 你取它掛在牆上 就遮住你的名字 說回香港 一旦解封 遲早也解封 可能封至2047 香港有些機會 跟隨外圍便面臨滞障 到時香港的港幣儲備 樓房地產 隧道、機場 很多時都會成為救命糧 別以為我是危言聳聽 因為看電影學回來 巴拿馬總統也跟我有些交情 好像看賭合學回來的 說回佔巴拿馬 GDP三成那條河 那條叫巴拿馬運河 落在美國手上100年 後來巴拿馬人民奮起抗爭 美國才嘔出來 因為美國在拉丁美洲相當之惡 很愛國的巴拿馬總統 叫托里霍斯 奧馬阿弗 那艘特里霍斯 Helala 就在飛機上被暗殺 相當危險的 跟美國人交惡的話 那香港人怎樣走資 怎樣走位保值 大家自己想想 我沒什麼面目教你 一來窮 二來不運就不好 災難未來的時候 我們會勸一下 不要搞到這麼極端 留一些餘地 不過災難蓋到來 算了,唯有喝彩 因為我們其實沒有權力 我們有的只有業力 只有卡馬 在目前的情況 外圍環境惡劣 人家解封,但經濟衰退 香港還在這樣玩 其實不頂得住 你一直很嚴厲地執行 防疫隔離的 其實不頂得很久 香港的舊飯碗很多都打爛了 出街看看店舖 新飯碗還未打造 香港的家底有多少呢? 就是外匯存底 四萬七千多億港元 外匯基金和政府的儲備金 不斷地向外買,回港元回來 支出美金其實不頂得多久 香港我們就是地小人多 又沒有廣闊的農田和礦產 不像我馬拉或印尼那一頭 而且也沒有日本那些百年大工業 大財團和很豐富的文化輸出 很優厚的將人精神 在我們香港這些是沒有的 以前有,現在沒有了 最重要的是港幣 一旦是脫鉤或一旦受衝擊 它不是一個避險貨幣 不像日元和美金 到時如果香港真的要用人民幣 用勞報便是幣 今天港大那邊醫學院那邊 有一個流行病學的西人教授 叫高本欣,看名字 他說疫苗通行症就沒有了防疫意思 因為個個都感染了,大部份 以及谷針都沒有什麼用 要尊重市民拒絕的意願 藥理及藥劑學系的教授陳德光 都建議容許60歲以下的人 不要玩疫苗通行症 讓他們四處去消費 但中大那邊有發相反意見 現在就有幸了 目睹香港衣冠大戰 這些打打殺殺的事 真是不要餘我 我就回去做法會先超渡